这是我听过最令人恶心到发指的故事 你能想象到吗 这两人既是夫妻也是妇女 这个禽兽一样的夫妻 把女儿莎拉关在地下室里整整二十年 在此期间 莎拉生下了四个孩子 其中有两个孩子跟着她一起被囚禁 二十年来 他们从未见过阳光 最可怕的是 这竟然是一个真实事件 二十年前 莎拉生活在一个非常居住的家庭里 父亲郎普在家里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哪怕是母亲 稍微不顺她的心意 就会被殉耻甚至殴打 然而勇敢又有主见的莎拉 并不惧怕自己的父亲 她想去参加派对 郎普不允许 她就偷偷爬窗出去 直到隔天一早 莎拉才和男友回家 在门口数了一夜的郎普 正好看到这一幕 她愤怒地抓住莎拉 并告诉她 当你在我的家 你会跟着我的规则 郎普禁足了莎拉一周 但莎拉根本不在意 爱情的滋润已经让她无暇理会 父亲的占有欲 她跟母亲说 只要18岁一过 她一定会马上离开家 脱离父亲的掌控 这些话让门外偷听的郎普 听了个正着 她无法忍受女儿的离开 于是一个疯狂的计划 在郎普的脑海里出现 三个月后 莎拉顺利毕业 她的旅行计划即将开始 这天母亲和姐姐全都外出 郎普看准机会 叫莎拉帮忙搬点东西去地下室 莎拉并没有拒绝 连而来到地下室 郎普推开书架 落出了里面的暗门 莎拉有些惊讶地跟进去 原来在地下室里 有一间防空洞 只上一阵屋主留下来的密室 除了郎普 没有人知道 放下东西 莎拉打量着这间密室 郎普却在此时步步后退 等莎拉反应过来时 密室的门 已经被砰的一声关上 屋外的郎普理了李依林 一脸冷漠地转身离开 莎拉大声呼救 可密室的隔音效果太好 外面根本听不见 唯一能传声的通风口 却被郎普用毛毯遮了起来 莎拉试图开锁 第一次不对 第二次不对 第三次 密室直接断电 莎拉在密室 孤独地挺过了三天 第四天 郎普终于来了 莎拉赶紧躲起来 趁郎普不注意转开它 跑向出口 可莎拉忘了 出口还有另一道暗门 她根本逃不出去 郎普揪住莎拉的头发 拖进密室 狠狠地伤了她一耳光 并把她压在门上 这天 莎拉被郎普夺去了清白 她感到无比屈辱 恶心地吐了一次又一次 然而莎拉不知道 她的噩梦 才刚刚开始 父亲丢给了女儿 一件性感内衣 让女儿穿给她看 这是多么禽兽不如的一个父亲 把女儿关在密室一次次蹂躏 这件内衣 正是莎拉18岁的生日礼物 在这个密室里 所有的东西 都需要讨好郎普才能得到 否则就连空气都会被剥夺 莎拉无数次试图逃走 她会趴在通风口大声呼救 可惜从来没有人听到 她用罐头盖子 纵了一把利器 可刚举起来 就被郎普抓住了手 郎普不费吹灰之力地 把莎拉推倒 狠狠地踩中她的手腕 面对莎拉的哀嚎 郎普却没有丝毫怜悯 这就是这件事 给不愿意的小女孩 渐渐地 莎拉不再反抗 因为她怀孕了 被关在密室里第三百五十四天 莎拉觉得腹中阵痛 羊水洒了一地 她连忙翻开 做好标记的接生手册 找到一处干净的角落 孤独又痛苦地生下一个孩子 这是个女婴 是莎拉在暗无天室的 密室里唯一的希望 转眼过去了四年 在这四年里 莎拉的母亲 天天以泪洗眠 她曾报警 寻求警察帮助 可郎普去和警察说 莎拉早就有 离家出走的打算 母亲还想雇佣四家侦探 可她的提议 被郎普毫不客气地驳回 郎普就这样辗转在两个家庭之间 大部分时候 她都是独断专行的 偶尔也会大发慈悲地 给莎拉买些礼物 很快 莎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这一次是个小男孩 可郎普并没有给孩子们 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莎拉的大女儿生病了 郎普不敢带她去医院 就自己买了药 丢给莎拉 根本不管这些药 能不能给小孩吃 在这狭小的密室 莎拉不得不绞尽脑汁 逗孩子们开心 好在孩子们非常懂事 哪怕只是简陋的过家家 也能让他们开心好久好久 住在楼上的母亲 为了能继续寻找莎拉 常常和郎普吵架 这天 郎普把地下室的钥匙 拉在了椅子上 刚好被姐姐看到 姐姐随即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四处翻找 可还没来得及发现密室 郎普就下来了 郎普拿走了姐姐的钥匙 而此刻的莎拉 正在生自己的第三胎 密室里的条件太差了 食物越来越不高 莎拉不得不请求郎普 把最小的儿子送到楼上生活 郎普也知道 地下室养不下太多孩子 所以 她把孩子放在自家门口 让莎拉的母亲 无意间发现 孩子身上 还挂着莎拉的平安信 时隔多年 母亲终于有了莎拉的消息 她激动万分 却没有注意到 放在门口的篮子里 还有一张小纸条 是莎拉的求救信 孩子一天天长大 大女儿通过电视学会了化妆 朗普看着大女儿青涩的脸 眼中露出胸光 莎拉看出了朗普的意图 赶紧把女儿护在身后 莎拉的举动 引起了朗普的不满 她没有多说 只是断了密室的电 通风扇停止运作 他们只能围在通风口 才能勉强呼吸 你能想象吗 这母子三人 母亲被囚禁了二十年 女儿被囚禁了十九年 儿子被囚禁了十六年 他们的食物 都有不知道该称呼为父亲 还是外公的朗普提供 一旦不听话 轻则一顿毒打 种子连空气也要被剥夺 母亲莎拉从来都没放弃过逃跑 这天 女儿发现地下室漏雨 她知道墙体已经有点疏松了 于是挺着大肚子 不顾危险的站上柜子 用勺子去挖天花板 她猜得没错 天花板很快被挖出了一个小洞 小洞直通屋外 莎拉举起手电筒 通过光亮求救 一个遛狗的男人经过 她并没有上前去看 反而敲响了房门 来开门的正是朗普 朗普打发走了路人 气冲冲地来到密室 一拳砸在了莎拉的脸上 还不解气地猛踢了几脚 莎拉的身下流出鲜血 不得不提前生产 可因为外力的攻击 她生下了一个死鹰 得知消息的朗普 轻轻抱起死去的孩子 连夜埋在了院子里 十几年过去了 孩子们越来越渴望外面的世界 他们开始和莎拉争吵 想要去外面看看 孩子们咄咄逼人的言语 终于让莎拉崩溃 她摔碎碗碟 推翻桌子 把房间里能扔的东西都扔了 所有痛苦的全坐在地上 两个孩子被吓到了 姐弟俩默默收拾好了房间 拉着莎拉的手围坐在一起 莎拉慢慢平复了心情 今晚她决定把真相说出来 两个孩子第一次知道 原来他们好了这么多年的爸爸 竟然也是自己的外公 他们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儿子愤怒的想要反抗朗普 可这么多年营养不良的伙食 他的体格甚至还不如 后面被送出去的弟弟 根本无法对朗普造成威胁 只是朗普最近的状况也很不好 因为公司裁员 他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可他仍要养着地上地下两个家庭 在地下室做了很久后 朗普终于下定决心 他拿出一条软管 一边放在通风口 一边接通了汽车的尾气 打开发动机 通风口瞬间飘进了一阵阵黑烟 就在朗普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 莎拉的小儿子突然出现 打断朗普的操作 朗普回地下室看了一眼 孩子们正睡得香甜 这一刻他心软了 然而 莎拉的大女儿哮喘发作 情况非常危急 莎拉求朗普带女儿去医院看看 朗普却始终不肯 为了女儿 莎拉不得不开口恳求 自从被囚禁后 莎拉就再也没有叫过朗普一声爸爸 或许是这声爸爸让朗普心软了 他打开密室 让莎拉抱着女儿去医院 走出地下室的那一刻 莎拉发现楼上的家仍是记忆中的模样 莎拉和朗普来到了医院 女儿危在旦夕 立刻被送去抢救 莎拉和朗普则在外面填写病例单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莎拉轻声表示自己要去洗手间 可朗普没有同意 于是 莎拉偷偷打翻了水杯 朗普不得不去换一张新表格 莎拉就趁此机会站起身 一路朝着护士和警卫走去 朗普发现了她的举动 默默地跟在后面 莎拉没有停下脚步 她终于来到了警卫面前 看到这一幕的朗普转身想走 却很快被警卫追上 禽兽了二十年的朗普终于被警方逮捕了 莎拉在医院陪着女儿 警方救出了被关在密室的儿子 十几年来 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 儿子大口大口地呼吸 似乎害怕下一秒就会失去 一段时间过后 莎拉和两个孩子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 孩子们有了新的玩伴 再也不用收敛天性了 莎拉以为这就是她的结局 没想到的是 当初的男友非常痴情 她始终在等莎拉回来 莎拉把自己这二十年的遭遇告诉了男友 男友只觉得心头 后悔自己没有保护好她 随后 男友递上一顶粉红色头盔 这是二十年前就准备好的东西 他们曾约定好 要一起去周游世界 现在 他们终于有了机会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酸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 影片也已经尽量美化了被囚禁的绝望 这部电影为了让观众好受些 把二十四年 缩短到了二十年 七个孩子改成了四个 因为一个被打得流产了 现实比电影更加残忍 每次想到这是一个真实故事 小妹都会背脊发凉 是有多么禽兽不熟 才能让一个父亲做出这些举动 真是一想到血压就飙升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下期见